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艺亭小姐 张艺亭小姐今年25岁 身高167 新歌是双鱼座 职业是早教老师 欢迎艺亭这边请 好 张小姐上场之后 我们就先来通过她为我们提供的个人信息 对她做一个初步了解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她的几项生活特质 第一项 耳根软 很好哄 易纠结 第二项是以后带小孩会很有经验 这怎么聊到我了 来看一下 像朱镇那样幽默 像横水东那样阳光 好 这是她的三项特质 要来问一下了 大家可以针对你觉得感兴趣的话题 展开进一步的追问 我想问一下女嘉宾 如果我没有像朱镇那样幽默 但是和她有点相像 你是不是会考虑一下 哎 我想先问你 哪方面你跟她相像 除了性别以外 我说的就是性别 好 就是性别比较相像 就是可以学习啊 可以朝这方面学习啊 就培养幽默感是吧 我一定会 我也是在幽默这条路上慢慢在学习过的 刘先生 请问一下 假如说你今后带小孩的时候 你每天早上面对着小孩子 你要对他说什么的一句话 早上睁开眼睛 第一眼看到自己的baby吗 对对对 baby 你长得真可爱 就让他有一个好心情 谢谢谢谢 哎呦 她说完这句话 你还能做得这么端正啊 我要是她就说baby 你看 哎呦 是 说不了了 那我要问问你 你是做这个早教工作的啊 然后你说带小孩会很有经验 你现在这个早教工作 是负责哪方面的工作呢 早教是 我主要是上阅读课的 阅读课 对 那这个带孩子会有很多工作的 你就是一个阅读课 你就能包容一切 你说你带孩子很有经验吗 是从一小步一小步 慢慢地开始成长起来的 你知道抱孩子怎么抱吗 双手 扶抱住宝宝的腋下 等一下 我们来演示一下啊 双手扶抱住宝宝的腋下 然后呢 下面一个手 拿下一个 扶住 小手托住小屁臂 对不对 对对对对的 哦 我看来啊 真的 所以现在也特别期待 有一个孩子 对不对 对对 好啊 我们要接下来呢 要来问一下了 有没有哪位男嘉宾 听过了张小姐 刚才的一些情况描述之后 愿意冲到他身边的 五 四 三 二 一 冲 好 两位 笑天人很急啊 笑天人很急 哎呀 三步并坐两步走的啊 好 两位先简单说一下 为什么会选择 首先我个人对女孩 一个要求是 有一点高歌控 而且我觉得幼教的话 相对来说 她的声音很诱人 我非常喜欢 就喜欢平时跟你说话 像哄小孩子一样 对 哎呦 还把自己当小孩了 哎 刘先生 我觉得他比较有爱心 比较散的 好 那我们现在要请你嘉宾 来摘下面具了 三 二 一 好 很美丽的张小姐啊 好 两位小伙子 正面选择了张小姐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我们的小伙子 首先来看一下 二号邵先生的理想 你是我前面最美的云彩 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 Hello 大家好 我是邵家山来自上海 女嘉宾 我想用我的心把你留下来 你愿意吗 这里是我上班工作的地方 每天早晨到公司打开电脑前 我都爱喝杯咖啡 看一下苏州河的风景 告诉自己美好的一天 又开始了 这是我每天的工作任务 就是坐着报价单 审核一下同事们的合同 接接电话 与客户见面 空虑时候呢 爱听听音乐 我 普通 普通的80后青年 有时有一点小二 爱拍照 爱摄影 爱旅游 爱自拍 爱生活 爱音乐 喜欢有情调的生活 这就是我 李嘉宾 你喜欢我吗 喜欢摄影 那除了这以外 还喜欢什么 我个人曾经是一个水族运动员 是吗 所以非常热爱游泳 所以一对 那你的游泳水平好到什么程度了 好到什么程度 基本把你游泳教会绝对没问题 他是有游泳教练证书的 还有除了以外呢 还有这个救生员证 是吧 他还有国家二级的运动员证书 是一位其实非常专业的一位运动员 那除此之外 据说还是家务很在行 都会做些什么样的家务 普通的一些家常菜 家常豆腐 鲜召肉 这方面的这些 包括一些荤素搭配的色拉 西餐的一些意大利面 都会 马达说贼脸子吧 贼脸子 典型的上海男人 是晚上睡觉 还爱卷头是什么意思 卷头发是这样的一个习惯 因为可能卷头发 给我一种逻辑上的 怎么怎么卷头发 没明白 是拿卷放放卷 还是自己头发这么样卷 就拿手指就这样卷 晚上睡觉就这样卷 这还挺幽默的 晚上没事一个人在这卷头发 远着远着就睡着了 今天少英是有家里面来的 是 母亲 妈妈 好来 那我们又采访一下妈妈 我儿子呢 刚刚说了一个卷头发呢 他以前从小的是我带大的 然后呢 他睡了我旁边呢 以前我是短发嘛 他经常卷我的头发 因为卷习惯了 卷习惯了 后来他一个人睡的时候 他自己就卷 他说我问他 现在为什么我要卷 他说 现在卷卷卷卷 就睡着了 哦 是这个原因 那我们可以推论一下 就是今后如果有 他今后未来妻子 睡在他边上 他一定会是卷老婆的头发 那看他的 看他的习惯 他的习惯就是这样的 还除了卷头发以外 你还能够就补充一下 少英先生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一个很孝顺的人 孝顺 孝顺 对 他爱做家务 有的时候 我不在 我因为工作很忙嘛 帮你分担掉一些 对对对 他我跟他说 你去买点什么菜 今天我们爸妈都要回来吃饭的 等会到菜堂去买点菜 烧好了 做得很好 对对对 没错 对 好 来 谢谢王妈 先休息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看对手了 好不好 因为两位一起冲上来 刘先生生活当中什么样子 请看大屏幕 我叫刘春军 出生在美丽的威山湖畔 我现在在上海 左岸男装总公司 担任拓展部经理 我是一个正直勤奋 积极上定的人 我相信个人的主观的闷信 能决定和改变个人的命运 平时下班之后 我喜欢运动 或者到郊外通勤好的地方 散散步 看看书 静静里坐一会儿 周末我有空 会出出半天时间到 养老院和老人下下棋 聊聊天 每一两个月周末 会回山东老家 陪伴一下爸爸妈妈 我觉得孝顺父母 呵护家庭 关爱二人 强烈的责任感 是一个好男人的基本品质 我希望能通过 《相维新一六》这个节目 让我的他看到我 亲爱的 你在吗 说到孝顺 这边来了一位 老无老已 吉人之老的 经常去敬老院 对 跟我们说 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坚持了多久 频率怎样 应该是从前年 从前年开始 然后因为我 平时比较很少 回家看完爸爸妈妈 然后经常会想念他们 想爸爸妈妈的时候 就会找这个邻居的 叔叔阿姨 去聊聊天 下小棋之类的 所以你17岁就开始 独立生活了 17岁怎样开始独立生活 出去打工了 还是读书了 还是怎样 是的 我17岁的时候 去广州行工俭学 因为为了要 因为我们家最早的时候 是第一批爆发起来了 但是又很快 加到中落 在小学的时候 我们家 应该说那个时候 就是中国刚流行 这个万元户这样的说法 我们家那个时候 已经有10万了 但是后来又很快地 加到中落 然后到我上初中的时候 我们家就是 比较 比较 我父母的压力比较大了 然后到高中时期 就是我为了分担 我父母的压力 然后我选择了 当时我成绩很好 可以考北大 应该我就放弃了 然后去广州行工俭学 这样子 然后据说刘先生 还有很好的生活习惯 说一些大家不为人所知的 就普通人不太会干的 睡觉前的习惯 睡觉前喜欢看书 然后喜欢缠坐一会儿 然后想一下 今天我做了哪些事情 是正确的 或者是做了哪些事情 不该做的 缠坐是就是盘腿 盘腿盘腿 然后就是说闭上眼睛 冥想 然后静静的 要冥想 他冥想要冥想15分钟 这只是第一步 各位朋友 接下来说第二步 然后可能还会做一些运动了 比如说这个倒立 你睡前要做运动了 是吧 倒立 不够生之类的 好 他睡前先要就是缠坐15分钟 倒立 几分钟 倒立基本上一次可能一分多钟 因为那个血液会冲到这个脑袋里面 那你大概几十次 一般三次 一般三次 对 就三分钟左右 然后接下来下一步 你说是仰卧起坐的 对 仰卧起坐和服务生 对对对 一般都是做三组这样 就开始锻炼 对对对 有少到多 你看 零睡前这锻炼 锻炼的热血沸腾 你怎么睡觉 没有 其实这样有助于睡眠 这样有助于睡眠 好 张小姐听着这两位 一位喜欢卷头发 一位缠坐 倒立 服务成两个起坐 个人的习惯都不良 就不管跟谁结婚 将来晚上生活内容 都热闹 晚上都热闹 我是觉得可能张艺婷 这样类型的女孩子 吸引到的男生 其实是同一款的 我们会发现 不管是邵家胜 还是刘成军 他们都是喜欢运动的 然后都是孝顺父母的 关爱他人的 而且他们两个 工作也很像 一个是市场拓展经理 一个是市场总监 但是 我觉得好像对于 张艺婷来说 可能他心里面 比较在意的是 年龄上面的一个差距 因为我们看出一些 比较微妙的一些 对待两人态度上的差别 你们注意看 他们两个手摆放的位置 竟然是完全一样 都是这个型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 女嘉宾的选择了 来 两位男嘉宾请向前 都往前一步 接下来轮到张小姐 做选择的时候 恭喜 卷发哥获得胜利 好 太坚定了 没关系 我们再冥想一下 好吗 刘彦先生不好意思了 我们不过先了解到了你了 好 我们问问张艺姐 为什么会选择她 因为我觉得她比较孝顺父母 然后又会做家务 然后我觉得她其实蛮阳光的 是因为阳光的这一面 因为你说孝顺的话 她还孝顺敬老院的老人 是吧 好 二位来牵手入座 好 来两位牵手入座聊天 这是今天第一队牵手入座 他们比任何一队 都有更长的时间来进行交流 不要错过机会 好吗 好 那我们接下来欢迎 我们的二号女嘉宾 张姐小姐 张姐今年二十四岁 身高一六一 新过日射手座 职业室银行个人有顾问 张小姐 好 来欢迎张小姐 欢迎 那我们也马上来通过张小姐 给我们提供的个人信息 先来了解一下她 没参加过高考 中考也没参加过 一路保送重点大学直到毕业 一直对耳饰 情有独钟 觉得不打耳洞 就像女人没生过孩子一样 不喜欢吸烟 沉迷网络 玩游戏的男生 高中保送到哪 大学保送到哪里 我的初中和高中是一个中学 是浦东外国语学校 也就是说上外附中的浦东的那边分校 然后后来大学就是 执生是上海外国语大学 什么专业 专业是法律的专业 接下来就来看我们的各位男嘉宾 有人愿意来到张小姐身边吗 三 五 四 三 二 一 冲 好了 我们找到了那群戴着眼镜 浓妆艳抹来的 原来是杨先生的后援团 今天有备而来 杨先生为什么会选择我们的二号章节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是对他的调性来讲 我是不是很会打游戏的 打游戏不是很好 然后他出来的时候是很有眼光 这个不是很有眼光 是很有眼缘 对对对 不好意思 我的中文不是很好 但是你的眼光很不错 这个也能圆得过来 来 帮他摘下面去 来 摘下面去 好 来 OK 好了 那我们也通过VCR来认识一下杨毅 老板 菜单有没有英文版的 没有 我不会读中文 你可不可以帮我练一下 对对对对对对对 没事没事不用 我们要四个牛肉面 一个大小面 一个鸡蛋羊肉 四个可乐 对对 没有可乐 吃贵皮 吃贵皮 对对对对对对 嗯 不错不错 你好 我是Justin 我是中国人 只是我的经历有一点特殊 我的父亲是武汉人 我的母亲是新加坡人 我是在澳大利亚出生的 只是我是在新西兰长大的 我的中文不是很好 所以大家不要有意见 我现在在跟一个新西兰的公司 叫Lensitip工作 我们这个公司是跟宝钢合作 做一个环保的项目 我很喜欢旅游 我觉得我特别吸引 因为我的工作带我去很多国家 瑞典 新加坡 韩国 然后现在来到中国 在新西兰我一般都会打曲棍球 在这里我会跟我朋友去打篮球 广球去跑步 好 这个是一个简单介绍 我们在节目上见吧 你们出去吃饭的时候 点菜都是由他们负责的 你点不来 对 他是一个比较动感型的 这样的男孩子是吗 动感阳光 动感阳光型的 动感阳光 对的 好 光亮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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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杨益呢 其实因为工作关系 曾经在很多地方都工作过 你分别在哪里工作过 你分别在哪里工作过 我是在尼尔利亚 瑞典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韩国 然后后来东国 好 其实在这些国家里面说 你印象最深的是尼尼亚是吧 是 因为尼尔利亚那个时候 真的是工作也是非常辛苦 然后去尼尔利亚的时候 那些人也是非常非常穷 非常穷 对 然后回到新西兰之后呢 就做了一个决定 要帮助非洲的小朋友 对不对 对 然后你就捐助了一个非洲小朋友 是 那位非洲小朋友是什么样情况 给我们介绍一下 他现在大概四岁了 四岁了 他还没有去上学 然后他的父母亲 经常就是写信给我 然后跟他 就是很特别感谢 张老师有什么样的问题 要追问一下杨先生 你好 杰斯汀 我想问一下你平时有一些什么 特别的兴趣和爱好吗 我的同事跟朋友已经说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车 然后我也是蛮喜欢就是打球 然后运动 打球运动 还包括旅游 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但是你有发现吗 他刚才没有叫你杨先生 一下子就叫你杰斯 就一下子情感就拉近了 有没有 对不对 高尔峰有问题的问吗 对于张姐来说 你能够接受一地恋吗 不管如果他下一个项目在安徽 而再下一个项目在新加坡 或者阿大利亚的话 你能够接受一地恋吗 呃我想他不可能一直在外边跑吧 总有回上海的时候 哇你等得起啊 我的天哪 这话说我已经明白了 已经明白了 听明白了哈 我觉得这时候我们问题都是多余的啊 直接问吧 张姐给他牵手入座的机会吧 来有请二位 哎可以两位可以聊起来了啊 好 随便你们用什么语言聊天啊 哎哪怕是body language都可以啊 好来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将一起来看看我们的三号女嘉宾有请 有请我们的常敬小姐 小姐今年二十三岁 世纪家园网聚见 身高一米六四户外广告投放 新作是天平座啊 嗯我们也来通过常小姐提供一些个人信息 先做了解 哦对男嘉宾有要求身高一米八零以上 月收入一万以上 学历研究生以上 哦三个上了哎 哎呦这个啊这个情况 这就是常敬小姐情况 三位听到以后有没有 血压往上啊有没有啊 其实我觉得看完之后大家现场有声音啊 哦哦哦哦哦哦 但是其实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做节目 蛮实在的对不对 做到现在你来 对择偶标准最具象要求的女孩 具象了 其实很多女孩心里面都有 但是不一定会在节目里说出来 但我觉得我蛮喜欢她的 她会特别勇敢的把这具象要求说出来 其实就不难了 呃身高一米八零以上 为什么 呃因为 你一米六四对不对 对 那其实一米七五以上也足够了 你为什么一定要一米八零以上 因为我是北方女孩 就是北方 大家印象中就是北方男生 都是那种很高大很魁梧 然后很有安全感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八零以上 能满足我的要求吧 月收入一万以上 你是觉得在上海要到月收入一万以上 才能够保证自己比较稳定的生活 是吗 对对对 研究生以上 这个 呃因为我自己是本科 所以我希望就是对方能比我高 或者至少跟我同等 然后最好是比我高的人 呃在他没有 你们没有问他之前 我先问问你们 身高 呃差一五分 都是第二项符合吗 呃马上快要符合 我估计差不多 第三项符合吗 不符合不符合 本科符合 那有这个努力的方向吗 呃不打算来说 哦不打算 那另外两位 呃呦 是这样的 我身高没有那么高 1.75 月收入超过这个 月收入超过三倍 哎 我知道 可能三倍都不止了 我另外还有投资的公司 哦还有投资公司 学历方面呢是这样的 我没有在那个学校里面去读过研究生 但是我自学了所有的MBA课程 哦 好 我是一个自学能力比较强的 嗯 哎那我要问你了 如果说三项标准当中 有其他的两项 超过你曾经的要求的很多 你会不会降低一个 另外的要求的标准 呃会 会你看 也就是说如果月收入 三万以上 研究生学历 不是读的自己自学的 身高也可以在1米70以上 是吧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感觉吧 好 最起码就是首先要有演员 然后这是前提 那相对来说这三项你更加坚持的 会是哪一项 月收入一万以上 啊 月收入要一万以上的这个概念 那刚刚听常儿姐说啊 就是月收入一万以上 是一个比较硬的指标 那我问一下 如果说一个男孩子 嗯 收入可能比方说在七八千 但是他愿意把工资卡给你 但是另外一个呢 是一万两万三万 甚至一百万 但是他只给你一点点生活费 你选哪一个 第一个肯定的 这是必须的 我不是说我提出这个月收入一万以上 就是硬性的指标 我觉得首先要看这个男生 到底有多在乎你 他也许他月入两万三万 但是他不肯为你花一分钱 那等于零 对吧 所以呃 我会选第一个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 周妍完全从自己去发 其实我觉得你把这个月收入 卡在一万以上这个线 我觉得也是给男生的 就是生理年龄给了一个线 就如果说有些男孩子 刚刚大学毕业 他再这么工作 也不可能达到这个收入线 所以你拿这个一万以上 其实就已经把这个年龄标准 界定在二十七八岁以上了 应该是 对不对 是这个意思吗 是是是 好 那在了解过这个情况以后 常见先来到我们这边啊 一共有三位男嘉宾 可以做选择的机会 谁愿意来到他身边呢 五 四 三 二 一 谢谢两位男嘉宾 来分别站开来两边 两位小伙子先简单说一下 为什么会选择他 第一个我这人对声音比较敏感 然后听到常演姐声音感觉比较甜美 然后第二呢就是 呃我站在台上以后呢 我更加坚定这选择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人对女生的气味也比较敏感 然后我感觉常演身上散发去一种淡淡的香味 还是比较吸引我的 有一股女人香是吧 对 这都受不了了 那刘先生你选择的原因 我没有这位朋友鼻子那么长 可以闻到他的气味 但是我看这位女嘉宾的气质比较好 而且他是北方的性格可能会跟我比较相符 然后呢我感觉他刚刚的谈谱也比较优雅大方 嗯 好 来请女嘉宾摘下面具 3 2 1 来这句亚诚信 我想说一下二号女嘉宾很像李冰冰欸 像 是像 对对对有张明星脸 然后我光看他年龄23岁 所以他开这些条件 月收入啊身高啊什么 有的时候跟那个年龄小 胆子才大 到了二十八九岁的女孩子 不敢这么开了 真的 所以恋爱要早 结婚也要早 过来人的肺腑之言 两个男嘉宾 你们觉得你能就说 征服得了这个 那么年轻的一个女孩子吗 会不会有压力 没有 没有 没有问题 两位都很有自信啊 那我想问一下陈静啊 陈静其实刚列举了三条 是给男嘉宾的要求 那么你觉得你自己 如果列举三大优势的话 就你凭什么对别人 有这样的要求 你觉得自己作为女生 你有什么优势 对于男生而言 是会吸引到别人的 因为我本身就是比较独立 因为我本身不是上海人 然后我是北方新疆人 新疆人 对 因为大学也不在上海念 所以就是大学毕业以后 来上海工作 有一个人在这个城市打拼 反正也非常不容易 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我觉得坚强独立 然后乐观 是我觉得我比人家更多的优势 两位男嘉宾选择长进 那我们的刘春军呢 在上映环节 我们已经了解过了 所以今天的时间呢 我们给周先生 我们先通过VCR 来认识一下周先生 我今年27岁 属牛天平座 在大学期间呢 也比较遗憾 由于忙于学业 忽略了爱情这一方面 毕业以后呢 也是兜兜转转 始终找不到 互相有演员的那个人 所以也是呢 希望想通过 《相遇星期六》这样一个平台 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另一半 工作中的我相对比较严谨和理性 因为我是从事建筑行业的 平时呢 跟钢筋混凝土 以及一大堆数字打交道 生活中的自己是一个偏感性的人 容易感动 喜欢音乐 又由于工作的关系 一直要去很多地方出差 所以平时呢 娱乐方式是以安静的活动为主 如喜欢和三五好友出去 喝喝茶 聊聊天吃吃饭 没事的时候呢 也习惯一个人去图书馆看看书 渐渐的去图书馆 是我自己目前主要的一个休闲方式 喜欢上一个人 还是要看感觉 如果要把这种感觉 表达出来的话 我觉得有一句歌词 非常的贴切 那就是 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 但就是 谁都替代不了 但是周燕俊呢 有一首唱的歌唱得很好 这个歌呢 准备是我是在结婚的时候 当新郎的时候唱的 那今天呢 等于这样就先预演一下 嗯 已经要预演新郎的时候唱的歌了啊 很好 动真情了啊 来 哪首歌 要看什么呢 是周慧的约定 好 来 听听看 你我约定 一阵潮很快要喊停 我和你没有秘密 彼此很透明 我会好好的爱你 剩下爱你 不去计较 公平不公平 这一首歌唱完真是挺累的 不好意思 我灵感又来了 能不能再补唱四句话 还要补唱四句 再补唱四句 补唱四句 哎呦刘先生啊 真的 有点不公平啊 对 你还说计较公平不公平 太不公平了 真的刘先生 我和你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 谁愿意有勇气 不顾一切付出珍惜 我对你有一点东西 好了就到这吧 不好意思 就过了 我一直在想一件事 唱了那么多 万一最后她选的是她 那这也简单嘛 就是为她而祝福的歌嘛 这个有点尴尬的啊 好 刚才她那歌已经唱了 教堂里的婚礼是为祝福她而举行 好 你决定不要唱一首 可惜不是你吗 确定不唱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的车 两位往前 准备 要做选择了啊 好 场景考虑好 然后走向你想选择的那类男生 好 选择已经结束了 刘先生果然是因为啊 因为刚才没有唱到歌 了解也不是特别多 这一轮主要是他们俩 他选择了周先生 祝福 再次受挫 刘先生很不好意思 咱们先休息一下 那您为什么选择了周先生 因为我觉得还是年龄问题吧 你觉得他33岁太大吗 就是跟自己在就是价值观各个方面也许就是 还是不是在一个步调上 你觉得会吗 我觉得会 哦 我跟他同年呢 我觉得我应该是能够了解二十多岁人的情绪 二十千手诺诺 好 来 那两位呢也可以牵手诺诺聊天 可以看到前两队啊 聊得不亦乐乎 有没有啊 哎你们继续聊啊 好 这就是我们要的画面 那所以呢我们 接下来登场的四号女嘉宾 情况又会怎样呢 先听一下 郭小姐今年二十六岁 身高一米六四 职业是外企的秘书 新作双鱼座 好 我们一来走进一下她 郭小姐 嗯 郭小姐为我们也提供了 她想让大家了解那些个人基本信息 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 对处女座的男人有点感冒 觉得他们太纠结啊 不喜欢吃肉 酷爱甜食和糕点类食物 边吃还边嚷嚷要减肥 睡眠质量高 倒下便能睡着 二位有处女座吗 您是处女座的 对 我想问一下如果 我生活当中并不一定很纠结呢 那我的性格有可能给人感觉是很纠结 就是很纠结的男生 明白 所以你不纠结不用对自己的心做 就是纠结 嗯 好 来 今天有带自己做的布丁来 想让大家调一下 又还有加分了 做了什么 做的布丁 大家看 还带小杯子呢 好 我们搞得像宅吉宋 你看 这一盒布丁啊 催生了很多故事 那边有用一个勺互相喂的 有两个人 拿着一个勺准备喂他的 好好好 什么情况都有 真好看 不错啊 什么味道来 放送我们 这两位 还没有选择之前 先说说看 品尝过以后 很甜很香 啊 旁边很甜很腻 哎呦 腻 究竟 有没有人啊 对不对 愿意来到 给你们布丁吃的 那四号女嘉宾 顺便 五 四 三 二 冲 好 宜先生来了啊 好 来 每次一来都要说 轻绿装又穿好了 对啊 颜色好搭的都有啊 嗯 宜先生 为什么选择他 因为我是初女做的 我不信杰 好 好 好 来帮他把面具摘了 好 来帮他把面具摘了 好 我们也通过V3 先来认识一下 您先生 嗨大家好 我叫Carrie 目前在家新加坡上市公司 担任空间设计一职 因为职业的关系呢 我非常爱逛街 我的脾气非常的温顺 从不强势 从来不和人吵架 对待感情也属于慢热型的 我觉得呢 有些事情是起不来的 可对待我的朋友 从不吝啬自己的感情 认准了就是一辈子 我的兴趣爱好非常的广泛 篮球 桌球 羽毛球 跳绳 踢剑子 各种体育项目一向不辣 总之我爱运动 爱彪悍 对于爱情呢 我没有过多的奢求 理想中的它呢 是一个温柔贤惠 能读懂我 欣赏我 陪伴我的人 对于外在呢 我希望它是一个气质型的 不能太胖 不需要有过多的修饰 我不期待轰轰烈烈的感情剧 我期待情绪渐进的励志片 有什么样的问题 要来问一下您先生 你喜欢吃肉吗 我 不是很喜欢吃肉 很好 我也不喜欢吃肉 浩英台说她几乎不吃肉 我也几乎不吃肉 真的不吃肉啊 不好吃 说她只吃素菜 真的假的 是因为我这段日子在减肥嘛 就这段日子 不是 我一直在减肥 又是一胖几只嘛 因为相对于我父母都是比较 魁梧型的 所以说如果我吃的比较多的话 会比一般人长得胖 后原谈说她肌肉发达 好 接下来呢有一个机会 不仅展示你的肌肉 还要展现她肌肉的协调性 今天又有肌肉展示 又有舞蹈 先展示哪个 肌肉展示吧 肌肉展示 先看肌肉展示 再来舞蹈表现 好 来看一下 大家帮我许数啊 看这个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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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比较舞忙了 我想问一下热爱舞蹈的高山东和朱珍 他唱的这什么舞呀 他唱的是蛇舞呀 这个是印度舞吗 这是印度舞吗 就是加了点印度 有点点街舞 为什么会选择跳一支 有点女性化的舞蹈 因为我太阳高了 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解释 我也觉得自己太阳高了 但是郭小姐在看她跳舞的时候 在偷笑 我也不知道你笑的内容是什么 我也在旁边忍住 郭小姐说一下你偷笑的内容是什么 我觉得男嘉宾他非常柔软这一点 非常难得 那你更喜欢他刚才做播撑那种阳刚呢 还是喜欢那种柔软呢 都喜欢吧 其实啊 倪先生最厉害的一点 就是柔软的做俯卧撑 刚才已经展示过了 再把那个动作连放五次 原来也是表演的一部分 愿意给他机会吗 可以 可以 牵手入座 OK 好 马上迎接我们最后登场的归位 郭琉璃小姐 有请 郭琉璃小姐二十二岁 身高一七二 职业是人事主管 是做天秤座 后面太热了是吧 嗯 郭琉璃也为我们提供了个人信息 我们先来看一下 平时喜欢跳民族舞 上海世博石家镖兵 在我狂躁的时候能够忍受我的男人 你狂躁的时候很可怕吗 其实也不是很可怕嘛 只是都知道的每个女的都会 好 那你狂躁什么表现 你能不能能不能能不能示范一下 嗯 哎呦 你怎么那么烦的了 哎呦这怎么怎么 哦就这样的 你怎么那么烦的了 那我怎么样了啦 如果遇到这样了 遇到这样了 那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 你说我怎么了 哎呦你就不能容忍我这么几天了 我忍了你半年了 你每天这么狂躁 我怎么办 看着办 看着办 我是唐僧你不知道吗 那我是白骨鸡 你是白骨鸡你想怎么样 我突然间把你狂躁的是你 好 好那不知道 刘先生会选择吗 五 四 三 二 一 冲 冲 刘先生今天不容易啊 因为年龄的关系 先后两次不得为强 女孩子都觉得年龄有差 但是还是表现出 他这个年龄应该有的成熟感 和那种宽容度 不停地来继续走上舞台 来勇敢地追求 那这一轮又冲上来了 那不知道 这次有什么理由 我觉得生活中难免会有挫折 男人要越挫越勇 而且我相信 缘分是任何客观的条件都阻碍不了 如果有缘就会牵手 如果没缘 再怎么样也牵不了手 就这样 谢谢 那我要问顾小姐 你对身高有要求吗 其实大家都说我的要求比较高 则有要求 我高就高 在我对男友的要求 是要在1米7 8以上的 那么刘先生其实是没有到1米75 对吧 差三公分 你 但是如果说我平时穿平底鞋的话 我估计应该还是可以的 好 好 那请帮助摘掉面具 你有问什么 刘先生 就是 因为我这人比较有点洁癖 我比较喜欢干净 然后你会如果因为工作忙 而每天如果回家晚的话 当天不洗澡 或者第二天才起来洗澡 就早床入睡吗 不会 绝对不会 然后还要想 然后想插一点就是 我这个人不太喜欢小动物 所以我想问一下 你家里有小动物吗 我跟你刚好相同 我是爱小动物 但是不养小动物 因为我是怎么说呢 顾不上 顾不上 不了解会不会给他机会 牵手入座先聊天 不代表最后的选择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小位 请二位 好了 好 今天真的看到非常可喜的现象 你看大家 真是啥都在聊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的话 我们真想外场的各位男女嘉宾 能打破这样的气场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机会呢 我们马上连线 妮玲姐 朱珍 你们好 现在我们是在华海路 私南路的华氏广场 我们现在是相约星期六的外场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两位外场女嘉宾 首先要介绍的是在我左手边的这位林娟 林娟一米六零 二十八岁 她的职业是平面设计师 林娟喜欢的是我们的五号男嘉宾 来刘成军有请 这边刘先生 人家就等到你现在 那么长时间 其实我跟五号男嘉宾应该算是同龄人了 所以我们外场大家都说 二十八岁的我们的林娟说 其实三十三岁这个年龄什么 挺好的 她就喜欢三十三岁的 然后跟我们的五号男嘉宾介绍一下 林娟喜欢的类型也是那种很孝顺成熟 重视家庭 她觉得这个就跟我们的五号男嘉宾是特别符合 然后自我评价也是比较乐观开朗 我是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的 好 刘成军来你做决定 今天刘成军在现场的选择也是一波三折 也刚刚和顾小姐坐在这个一起 可能还没顾得上说三句话 那接下来就看刘成军你自己的决定 来 首先感谢现场的主持人还有林娟 非常感谢你 那你跟我的第一感觉呢比较善良 像小妹们 我现在呢对这个五号顾琉璃 比较有演员 然后我现在认定她了 然后呢但是我很感谢你 然后也祝福你在不久的明天 找到属于你的幸福 谢谢你 谢谢 好 那我们这边也要请刘先生 先休息一下了 她更喜欢顾小姐而且是认定她了 这句话一种坚持 谢谢林娟 谢谢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我右手边的这位女孩 她叫唐明君 今年26岁 唐明君喜欢的是几号男嘉宾 我喜欢的是四号男嘉宾 就是那个牛牛舞吗 对的 唐明君是喜欢什么类型的男孩子 我比较喜欢就是比较爱运动的 然后就是开朗一点的 然后因为我平时的兴趣是蛮喜欢唱歌的嘛 所以我觉得跟这个男嘉宾蛮符合的 就是你唱歌他跳舞是吗 对 这样最好了 那像我们的唐明君也说了自己是那种外冷内热型的 就是时间要是接触长了以后 那自己的性格其实也挺活泼的是吗 对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就是 平时你喜欢做家务吗 家务的话除了做菜其他都行 四号男嘉宾外面挺冷的 然后呢我也蛮喜欢你的 你可能可以让我进去呢 哎呦 挺喜欢你的 你喜欢你就选择 外面挺冷的 来 真的很冷 谢谢女嘉宾 听了我挺热的 只是女嘉宾真的很优秀 也许用最通俗的话讲吧 有可能演员上有可能 而且我也是外冷内热型的 跟你有点相冲 就是我觉得有可能会有点问题吧 所以说我觉得比较遗憾吧 就谢谢女嘉宾 所以你还是选择回到 郭小姐身边 对好那那 谢谢也留不住他 好吧那赶紧回家了 外面真的好冷 好好好 但是我觉得其实通过我们四号男嘉宾的决定 我觉得看出来他其实一点都不纠结 他很坚决的选择了我们的那场女嘉宾 这减要不能郭小姐 不是处女座的 郭小姐本来你说特别不喜欢男孩子纠结 觉得他刚才这个表现 觉得他纠结吗 表现很好 不纠结 表现很好 好的那我们外场呢也祝福我们的那场所有的男女嘉宾 希望他们能够牵手成功 今天我们的外场到这就结束了 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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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丹丹 好那我们既然那场的两位男嘉宾在外上女嘉宾选择之后 还如此坚定的选择我们那场的各位女嘉宾 那也就意味着接下来我们这个环节他们可以更好的了解了 让我们抓紧时间 真心话 说出你的真心话 共同合作大冒险 那到了这个环节呢 我们要告诉电视前的观众 如果说你想像我们今天的男女嘉宾一样 来到现场找到你心爱的人的话 可以通过我们嘉宾自由的官方网站 也可以通过新娱乐的官方网站 或者通过百合网世界家园真爱网和钻石婚恋网来报名 对啊 看节目的同时呢 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了解图文直播 更多男女嘉宾的消息竟在其中 那当然通过微信报名也没有问题 嗯 那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环节是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大屏幕开始滚动了 停 大冒险 跳一段撩人心扉的热舞 对 刚才不以为已经笑过了吗 啊 对 倪先生的那个 嗯 对 不知道这次还到底会是谁了 停 一号 对 还有两位男嘉宾 二号男嘉宾 还有呢 一号吧 一号二号男嘉宾来 聊人心飞 哦这是聊人心飞啊 换 换员 换一种聊人心飞 哎呦 这种 这样聊的 哎呦 女嘉宾投入的不错 漂亮 男嘉宾能不能腰致再柔软一点 不要太僵硬 这个手势有加分 好换 OK 哎 你为什么都这么欢乐了 他们两个完全两种风格 哎呦 换 又来音乐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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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先生 邵先生平时坐地铁是这样子吗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告诉你啊 你们在跳的时候 我其实在看你先生了 麻烦你过来一下 嗯 麻烦你过来一下 哎哟 如果是你跳这个撩人心非的舞 怎么跳啊 咱们 哎呀 觉得自己太man了 所以要跳点撩人心非的这种舞 这时候 邵先生你发现你的女朋友 在和别人跳这样的舞蹈 杨先生看不过去了 决定也加入这场舞蹈的角逐 你继续跳 好 你要加入 就打败他 哎 你不要推他 你要自己跳 自己跳 OK 杨先生过了他一回 他哪跳 变他们俩跳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 这里面我发现啊 你才不是去的邵先生 他知道酱油打狼该走了 你看 也不参加进展 回去以后马上问 哎 我刚才表现还可以 妈问在那边 邵嘉胜其实我前面很仔细地观察 他跟一号女嘉宾在入座之后就一直在聊天 两个人一直没有停 邵先生要表现出的是 这个女孩是我的这种气势非常强烈 要说的是一号女嘉宾 她在她清纯可怜的外表之下 在这个游戏当中我们看到她其实也有一颗很活泼的心 是一个很放开的 有的 能够放得开的一个女孩子 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下真心话和大冒险要继续滚动 停 真心话 屏幕 如果结婚了你会把自己的公司卡交给对方吗 多久之后会这样呢 让对方交给我呢 多久之后交给你 马上 现在就愿意交了啊 好 请来 你现在交给谁的 我现在交给我姐管理 你姐 哦不是妈妈呀 是我妈 哦是妈妈 平时 那像姐姐 像姐姐一样的妈妈 妈妈 这个问题要问问你的 她现在交给你的 接下来你看刚才她已经频频点头要把钱交给邵小姐了 来 应该说我还是正如她吧 因为她喜欢的女孩子 她这样做我不会反对的 不会吃醋 心里面觉得不舒服 不会不会 对 好 我会给我我姐 哎对 好 那我们就放心了 旁边常耀姐呢 希望对方交给我 多久 结婚之后吧 对啊结婚之后啊 结婚之后大概多久 刚刚结婚 哦一结婚就交 一结婚得交 旁边周先生你点那么勤快是 这个问题有点类似我前面之前问过常耀姐 就是第一我觉得工资卡 因为我的婚姻关就是男主外女主内 所以说工资卡肯定是给女方的 但是因为可能刚开始结婚 因为不知道对方的理财能力是好还坏 但是随着对方的理财能力不断地往上走 我会把工资卡慢慢慢慢地 就说可能先把工资的80%给她 然后到她理财能力OK了 然后我全全给她 反正一开始肯定会把百分之 起码超过半数会去给她 说得很实在的一句话 那我忍不住打断一下 你说百分之八十 那么如果女方刚才向常小姐 她就说你必须百分之百地交给我 那是你是私藏那个私房钱呢 还是还是你会如实告诉她 我只给你百分之八十 我肯定会告诉她我百分之八是给她 另外我会跟她说 我另外百分之二十去去干嘛了 然后等以后日子慢慢长了以后 我百分之百都给她了 那她说不行 你都要百分之百呢 会这样吗 那我就屈服吧 长小姐还非常坚定地说会 我希望她交给我 但是至于婚前还是婚后 我不要求她 我希望她自觉 她觉得该是了 那你现在说你觉得啥时候交合适呢 既然这么说 那就随时听她的 今天还真是巧 听到现在我的答案 我也打断一下 就是我认识一些女孩子 在谈恋爱的时候 就要求男朋友把工资卡交给她 那么如果你在谈恋爱的时候 对方要求你把工资卡交给她 你会不会这么做 我觉得如果谈恋爱开始哪个阶段呢 初期阶段的话 有可能会考虑的比较多 如果后期阶段的话 对于她比较了解 认准了这个人的话 我觉得我相信自己 我也相信她 所以说我觉得我会交给她 那刘先生 我要问一下那个顾留令 你什么时候要管理 我们共同的工资卡 今天这五个男人 你愿意什么时候交给我的话 那我就什么时候开始愿意管理 你听好了 是如果你愿意什么时候交给我 都是有回音的 我今天真的这五个男人 这五个男人 你们俩好好学习学习 其实真的每个都是抛来抛去话语 一边刚刚说好 那边说好 我愿意给你 问题是现在男的都很主动愿意给 那个女孩子保管 其实妈妈坐在后面 妈妈心里其实是在想 最好儿媳妇把钱交给我来管理 好 继续来看 停 大冒险 请警局 女嘉宾耍脾气 请男嘉宾想办法逗她开心 来 停 两位男嘉宾 挑选两位 三号 三号 三号五号吧 三号五号 来有请 开始 开始了 你好 你还叫我来啊 怎么了 昨天晚上干嘛去了 用本信闭录 厉害 我手机 手机坏了 什么结结巴巴的 老老师讲 到底在晚上干嘛去了 发短信也不回 打电话也不接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最近工作比较忙 忙什么忙呀 比你忙的人多的是了 你比总统还忙啊 没办法呀 为了养家糊口 养什么家糊什么口 你还没结婚啊 哈哈哈哈哈哈 他不是为了你 你和我们小家庭 有更有更好的一个物质基础吗 你说你说你天天忙得瞎忙忙什么呀 他也没叫你钱拿出来一分一分 哈哈哈哈 快快快 快不快什么时候啊 这样吧 您先别激动 您 我唱什么都给你 好吧 小邋遢 针压着拉拉 别过唱了别过唱了 蛮心死了 我不要听 小邋遢 哈哈哈 哎我怎么感觉你像电信客服的人 哈哈哈哈 没有 哈哈哈哈 哎这位客户请你先别着急啊 我们正在联系啊 然后 你你你 你给我发火需要继续啊 啊好 嗯 啊 您继续 您 哈哈哈 我是那什么呀 您 不是该到你解释的时候了吗 啊 我我刚刚跟你说了 我昨天手机坏了 然后呢 我也非常的担心 知道你今天会有这样的一个 我已经知道他今天会这样 会有爆发 所以说希望你可以 你怎么办吧 哎指着他说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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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春君该你了 刘春君你可以选择放弃回到人家 哈哈哈哈 我可以把三号想象成五号顾琉璃 哦是啊 好 那这样吧 你跟顾琉璃演一次 跟顾琉璃演一次吧 好好好 琉璃 这是我昨天晚上给你买的礼物 还有那个你妈妈的礼物 昨天你打电话的时候 我在路上啊 电话没变了 没有冲到电 实在不好意思 就是请你相信我 你觉得 因为我那天注意到 伯母的嗓子有点沙哑 然后嗓子不太好 我出去专门去药店 找着去跟她买 这嗓子比较有效的药 这样 你觉得这是你的理由吗 哈哈哈 请你相信我 这是真的 要不然你打开看一下嘛 这里面有药 还有你药的衣服 还有小的视频 你之前完全可以之前 或者过后就突然帮你买啊 你应该相信我啊 那个 我 你拿什么让我相信你 呃 拿事实呀 你可以看一下 是 还有还有还有 等一下我走过的药店 还有这个商家的 叮咚叮咚 不好意思 刘先生是在这儿吗 是的 我是逍遥池大浴场 说你昨天晚上两点 有一个手机网在那儿呢 哈哈哈哈 什么情况 真诚的解释 对 呃 我相信 我相信平平是来查杂场子的 哈哈哈哈 不是 老师 你把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他昨天晚上到底干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上面写的就是刘成军 他的电话号码 因为我们是送过来的 说因为他是 哎 你们老客人了呀 哈哈哈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的 诶 好 好 请你把心放在肚子里 虽然说我是从事商业的 经常会有应酬 但是我这个人 呃 是一个比较真诚 比较坦诚 而且比较忠诚的一个 值得信任 呃 我相信你会相信我 在今后的接触当中 你也会更加的坚定这个信任 谢谢 希望你下不为例 好的好的 我一定24小时接听你的电话 谢谢 好好好 来来来来来 你们俩过来 哎呦 女孩子都是整色出演 啊 我相信以后谈恋爱的时候 女孩子都是这样的 男孩子我就不相信是这样的 你有发现 刚才 顾小姐一直非常稳 你一直就冷冷看着她 只要我突然冲起来 我是逍遥 你干嘛这样 马上爆发 哎 你看看一个小平演完 哦 谢谢谢谢 不好意思 哎 真的 你们俩应该学习学习 真的 你看个人家 有慢热情 慢热情 没关系 王老师高山峰 我觉得有几个绝招 第一绝招就 不管他怎么解释 拥抱起来再说 用肢体语言说话 女孩子都吃这一套的 第二个呢 绝招就是礼物相送 当有误会的时候 送上花 首饰 衣服 化妆品 等等等等 因为女人永远少一份礼物 谢谢王老师 哎呦 后面这句 真的 太好了 我同意王老师的说法 其实在遇到 你只要同意王老师 后面那句说法 对 在遇到这种情况下 其实一个拥抱 或许是最好 但第一点就是 一定要先向女朋友认错 不管你错了没有 始终就是 原则就是 你另一半总是对的 好 来 谢谢 接下来看一下大屏幕 真心话 大冒险继续 停 真心话 你介意对方查看你的手机 可以邮箱和聊天记录 不建议 不建议 因为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我可以给他看 但是我比较反感这种欣慰 我是有点介意的 因为这是个人私人的 要给对方空间嘛 我觉得有些东西 他如果要做到来看我的东西 或者我要看他的东西 我觉得他一定有什么地方 做得不好了已经 我可以把我所有的有密码的东西 全部公开 哎呦 那到我们节目组公开 会有更多人知道 来 那我们听过刚才的几段 我其实觉得这个问题好多余 从上一个那个工资卡开始 我就知道会这个答案的 那我不喜欢这个答案 因为我觉得从谈恋爱开始 其实有些规矩要做主的 因为一旦谈恋爱的时候 我要求对方毫无保留的 给你看短信啊这个 以后到了婚后啊 就大家一点空间都没有 而且会很计较 如果有一次你没有给我看的话 反而会引发家庭矛盾 所以我个人建议是 谈恋爱的时候规矩做主 就不要大家各有各的空间 不要这不要不应该是问题 应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就丑话说到前头 因为现在可能 两个人看着你两心相悦 可能觉得还挺好的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如果对方逼得你很紧的 是会觉得你烦不烦 你到底要不要给我点空间 现在可能对邵家生来说 我什么东西所有的东西 我衬不得 我房产证 我的存折词 银行卡 通通都给你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就发现 你们交往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些小问题 小矛盾的时候 那时候你会追悔莫及 你会想说 我是不是当时太过于 全清涂到其中 我很同意 王老师刚刚说的话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停 大冒险 女嘉宾为男嘉宾打领带 男嘉宾为女嘉宾寄丝巾 来 停 杨毅 好 挑选一位女嘉宾 她的目标非常清晰 张小姐 这边 来 丝巾请站 这可难了 张杰了 你连她的衬衫扣子都不帮她扣上是吧 人家是这种时髦打法 对 哎呦 好细心的交谈 第一次看到小的打在外的 大在外的 没关系 老师 对对对 其实你们不一定要按照常规的打法 你可以打出一种比较特别的 属于她的这种 特别风味的打 那我就随便打了 随便打 实在不会打 就是一个办法 打创意 寠带 天哪 她居然让她按鞋带的打法 把商标都在外面 好有创意啊真的 好了 这么打倒倒也是一种感觉 好 maintenant你为她打 我要选吧 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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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姐不好意思啊 我這次忍不住說一下你 其實現在的女孩子都覺得 不會打領帶啊 不會這個 就是說是因為我沒有經驗 你剛才竹針講的 沒有給別人難打 其實不對的 現在女孩子 我覺得應該有 會一點女紅 會一點工藝 會一點那個 照顧持家的一些 最基本的一些常識 包括打領帶 就是種花 那個包括對 哪怕是舊花 一些最基本的女孩子的 實習 對 我覺得這個是應該學習的 不一定說是 我不會是因為我單純 或者我沒有經歷 你一路好學生過來 應該會有家庭交的 好 謝謝二位請回 那今天其實我覺得 蠻難選的 真的 因為 目前看上去 好像每一隊都挺有 而且你看到現在五 這五號 手還牽著呢 我想我想問一下問題 她這次再也不撒手了 顧劉莉 是 劉承君捏著你的手不放 還是說你真的就願意 被他這麼捏著 兩者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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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知道嗎 今天最生氣的是一號和 一號角兵二號男嘉賓 人家都在一塊 她倆 合著一對 我說你們乾脆換一下算了好吧 這就舒服了嗎 你看 哎 哎 哎呦 她竟然 就在馬車要憑最默契大獎的時候 她竟然手擺過去了 哎呀 0.2的加分 這就看你們兩位今天的選擇了 太難了 真的 看你們給誰 哎呀 最甜蜜的那隊吧 一女二男 啊 這邊第一組是吧 好 恭喜 好 那他們呢是獲得 由歐洲著名電器貝科家店提供的 加入電器產品 特選一個號碼 3 2 1 開始 冰箱洗衣機 冰箱洗衣機啊 太實用了 其他男女嘉賓 將獲得由金岩商貿有限公司 送出的DAR背靈皮具一份 外場嘉賓獲得 由上海天香防輻射服飾 特別提供的禮品一份 好 各位男女嘉賓 那其實我們也就閒話少說了 就抓緊時間寫自己的選擇吧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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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接下来 就依次 请男嘉宾的两题板 首先 你好张小姐有人选择吗 请亮盘 邵先生选择 一号 第一眼 专一就是喜欢 表白 这边请 你好张小姐 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信不信李建宗秦 先不要回答 先不用回答 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我信了 我第一眼认真就是你 请你给我一次机会 好 不知道张小姐给不给他机会呢 三 二 你 好 哎呦 真的还不错 小姐呢 我真替你捏着把汗 他是五位女嘉宾里最后写完题板的 题板写的是 看最后表白 看来你的表白起作用了 有聊笑了 好 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 你刚才在伸出手之前 你看了谁一眼 看了他妈妈一眼啊 谁最后给你肯定 看我后援团 你的后援团 对 他们都在社会 所以对他们而言 对你而言是 他们的肯定 才最终决定的 还是你被他的 那个一键中情打动的 我觉得我自己的决定最重要 然后希望他们也肯定 好的 既然之前我们把那份奖品和这位戏奖送给你们 也希望你们一路 好好地走下去 好吗 我们看看妈妈有什么要说 姐 我的感觉就是我儿子喜欢 我肯定也喜欢 好 妈妈没有其他更多的想说 这是您开头说的话 开头说的话 这姑娘怎么样 可以 可以 好 来二位 让我们期待更多好消息了 好 接下来那是二号张杰 有人选择二号张杰吗 亮板 杨逸选择 好 好久没有看到拼音了 二号 二号女嘉宾 好 We get along quite well Yeah Jibben你知道我的中文不是很好 所以我跟你现在简单说一点 今天我们沟通了 我觉得虽然我的中文不是很好 只是比较自然的 所以如果你就是继续要跟我试一下 然后沟通 多沟通一点 欢迎你就是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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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一 然后聊两个细节 一个他们的后园坛 刚才在休息的时候让我和高山峰签了个名 他们要给他们送礼物 这是第一个秘密 第二个秘密呢 二号女嘉宾的奶奶 那么大年龄了也坐在我们的嘉宾系 是的 是的 我觉得这一点很让我感动 因为就是 家里头 所以说老人来关心孙女儿的终身大事 足以见得 对他们有多重视 那我们应该跟奶奶见见面 对 我也觉得应该跟奶奶说 对不对 没开心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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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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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三号长径有人选择吗 好 两题晚了 周先生 今天真的是 大家都没有太多的竞争 一对一对都对上了 来看一下我们这边 选择三号原因 天秤座 大气有演员 好 来 这边请 非常喜欢你大气豪爽的个性 和那双会放电的大眼睛 那么 现在我想把我开场那首 没有唱完的歌继续补完 唱不出的歌曲 别唱了 我给你个建议别唱了 好吧 他跟他说动心的话 之前 可能看到你三个 那么 我这样吗 我不给你留悬念了 我把题板接了 就看你的表现了 好不好 犹豫中 你如果想获得它 看你什么表现 其实我前面已经听到 你好像是跟霍远她说 我不悬 但是我此时坚定的说 我一定会给你幸福 我知道一个女孩子 在上海打拼不容易 我能够给你一个幸福的家 这个话比歌好听多了 这话我都被感动到 我就不知道 常进 常进会被感动吗 会改变你题板的选择吗 三 二 一 我还是想说对不起 哎呀 因为那的确还没有做好太多的准备 所以 好吧 我承认一开始你的歌声的确非常打动我 给了我很多感动 但是感动毕竟不是感情 我还是想顺从我自己的心 好 所以我还是希望我们在场下能做好朋友 好 那我们两位这一对没成的话 我们先各自回座 好吗 谢谢你们 有人选的四号小平吗 好 接下来应该都是一对一对啊 选择四号女嘉宾 原因是 人很温柔 我爱吃布丁 各位 看一下 什么叫爱吃布丁 这个是她的 等于没吃 这个是爱吃布丁的 吃完了 这是爱吃布丁的 你怎么一口都不吃啊 带回家 好 这边请表白 其实我有点紧张了 我也不是很在乎星座 只是在乎那种感觉 对 星座只是我躺下的一个理由吧 但我感觉聊下来 确实你很温柔感觉 也许我并不那么优秀 也许你也并不那么完美 但我想你给我一次机会 因为如果在此时此刻 如果失去了这次机会的话 我想那感觉再也不会有了 所以我真正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 就是一次 好 给不给机会呢小平 三 二 有个问题要问 什么问题 就是 你年纪比我小 我需要的是一个能照顾我 能给我安全感的人 你可以吗 OK 没问题 你觉得我想吗 我希望通过你的影后表现 让我看到你面的一面 我选四号理由是为他那句不信邪 哦 这是有男人霸气的一面的 我处女座 但我就不信邪 有这种感觉 两位 刚才四号男嘉宾的表白非常好 就说有时候失去这个机会 也就没有了这份感觉 我觉得这就是相约星期六舞台的魅力 祝福你们 恭喜两位 请入座 来 请入座 五号 顾小姐 有人选择吗 不用猜了啊 五号 心动有感觉 她贤惠温柔 这是说给对方的 听表白 谢谢 刘丽 我是一个付出型的人 17岁的时候 我就为了父母 选择去自己去创业 自己去生活 然后20岁的时候 我把我的妹妹也带出来了 我去照顾她 那么我现在自己成长得很好 我相信能够跟你一起照顾你的妈妈 徐阿姨 还有你的爸爸 伯父 还有我们两个共同的家庭 我虽然不是很优秀 但是 我有我自己的价值和创造力 我相信您所需要的 和我们两个家庭所需要的 我一个人都可以创造得出来 而且我可以扛所有的压力 您愿意跟我牵手吗 我留你 3 2 1 其实你的成功 你的出色 我们大家都看在夜里 照理来说 不管从你的外表 还是什么 都是我心目中的合适人选 而且之前主持人问过我说 我在意身高吗 其实我在意 但是我可以为你说 我不穿高跟鞋 直接没有距离感 但是经过整场活动下来 我也观察到 你在细节方面 是挺注意到 挺关心到我的 比如我中场 睫毛掉的时候 你会去帮我找化妆师 来帮我补妆 这些生活的小细节 让我很感动 但是 我觉得我们之间 好像还有一点年龄差异 毕竟 人家说三岁一个代购 我们之间相差十一岁 还想努力一下吗 他其实手一直没有放下去 我想再努力一下 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 现在是信息时代 而且 人的年龄在年轻化 尤其是我做服装行业的 是做时尚男装的 我的心理年龄 其实是蛮小的 平时下了班 其实跟朋友在一起玩的 也比较愉快 比较嗨的 然后 其实我 即便是你不选择我 我也同样会祝福你 我感谢 就是说 身边每一个给我感动 或者是 关心的朋友 年龄真的不是问题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给我一次机会 或者说 要不要您再 征评一下阿姨的想法 或者说是跟阿姨一个镜头 顾琉琳再考虑一下 如果还有机会 就把手伸给她 如果没机会 就请拒绝她 考虑 给你五秒钟考虑吧 5 4 3 2 1 不好意思 好 谢谢 还是拒绝 谢谢 对年龄这道鸿沟给拒绝了吗另外 其实我在看顾琉琳 写题版的时候 纠结了挺长时间 一直没落地 其实就是在选择不选当中 自己在做着一个斗争 但最终我看到题版是这样 年龄是很大的问题吗 妈妈你觉得会在意年龄吗 我在意年龄 在意的 其实顾琉琳也是有点 太大了 太大了 您觉得差多少岁比较合适 最多超过五岁吧 谢谢阿姨请坐 来 妈妈态度也蛮坚决的 女儿呢其实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 所以非常可惜 刘先生 只能各自回座 谢谢 来请回 今天 刘成军 其实这个年龄啊 在很多女孩子年龄 是最黄金的一个年龄 但却没想到在今天节目当中 屡受打击 一次次都是因为年龄的问题 其实还是那句话 是妈妈觉得年龄可能是问题 但我觉得可能感觉上还是欠一点点火候 如果真的感情过得那个火候的话 有时候年龄就不是个很大的问题 那有时候有可能啊 你在这里受挫 就像你在外场有人希望能够走进你的生活一样 有可能这个时候 微博和微信上面早就炸开锅了 等到节目播出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有缘人 找到现在还单身的男女嘉宾 那现在有1号2号和4号三队牵手 那么请王老师跟何山峰抽签决定 来谁可以获得我们的大奖 嗯 2号 女嘉宾 所以张杰杨毅获得我们今天最终大奖 好 那接下来呢 在这幸福的时刻 送给你们一份奖品 是中国成名商标 上海亚裔经典的金氏礼物 一人一份 好 这是你们第一份礼物 你们第二份礼物是来自瑞士布兰卡的 时尚健康除电产品 九宫阁当中的除电产品 请选择 各选一个 超新式烟机 消毒贵 恭喜 好 楊为 不愿意 有时候的注册已经牵手了几对 如果电视期间 你也想像他们一样 赶紧寻找到自己的幸福的话 可以通过我们 相遇星期六的官方网站 可以通过新娱乐的官方网站 可以通过百合网 世家园和珍爱网 还有钻石混带网来报名 是的 幸福呢 也就在下一个路口等着你 感谢亚一金店 对相遇星期六的冠名播出 希望下周六的同一时间 让我们和相遇 星期六五见 和三安